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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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現在四股就好了 這個就麻煩你了 好開心 可以第一次是嗎 好病喔 這是病人的那個 針對周玉寇女士 周女士在前一陣子 對本人 及本人的家人所做的 所有這些不實的指控 那麼我們要提出 刑事的泄密罪 以及加重誹謗罪的自訴 同時也提出 民事損害 民譽的求償 所謂資深媒體人 周玉寇周女士 早已不是記者多年 卻沉迷不實爆料 不思悔改 一旦被告 就以採訪自由 推脫責任 不僅信口雌黃 傷害他人 更敗壞 全體新聞工作者的名聲 践踏了台灣媒體人的尊嚴 周玉寇周女士 是中華民國法院 認證的誹謗冠犯 從郭台銘先生的三億難案 到馬總統 新台灣人基金會 遭受到他的不實指控 法院都已經判決 周女士 敗訴賠償 公開道歉 周女士顯然沒有悔意 更不願改頭換面 從心做人 直到今天 依然如馬總統所言 口無遮攔 自意污衊 從不查證 毫無責任 因此 本人請求法官 從眾良行 針對周一寇哪些言論提告 周女士 在自從去年 一二一九 綠色恐怖事件發生以後 她第一時間 就在三立的這個政論節目上 直接說 有所謂的五百萬新台幣 在本人家族的賬戶當中 而且呢 直接說這個資金 是大陸黨政軍 要來支持我們 進行所謂發展組織 甚至是訓練軍隊 那麼後來她更是用白紙黑字 在她的臉書上說 這一筆所謂五百萬的新台幣 是用美金的方式 從境外流入我父親的賬戶 這麼具體而不實的指控 我想這是我今天 要出來提告的一個 最關鍵的理由 而且呢 我在周女士 做出這些不實指控之後 我也非常善意的 在我的臉書上 直接呢 把她所講的這些話 她在臉書上的 白紙黑字 我都把它截圖起來 提醒周女士注意了 所以我是非常善意的 希望周女士知道 我已經在搜證了 但是周女士 仍然沒有收回她不實的指控 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交代 她的消息來源是什麼 她說 這個消息來源 不是調查局 也不是檢察官 那請問她 怎麼這麼神通廣大呢 她從哪裡得到的呢 那她似乎又說 她是從被什麼訓問過的軍人 那裡得到的 那如果是軍人那裡得到的話 那更加嚴重了 那表示周女士 還可以涉及到 國防部的機密嗎 所以我想這些 涉密的問題 泄密的問題 也希望透過提告 法官應該把它查清楚 求償金額為什麼這麼特別 我想我只就法律面 來向大家來說明 因為在台灣的法律規定 如果說超過150萬以上的這個民事求償 那麼就可以上訴到三審 那麼我不想浪費司法的資源 因此呢在這個部分 我選擇150萬以下 那麼150萬以下我具體求償 1487000元 這當中100萬元 是對我本人 我的精神受損害的賠償 另外這個487000元 是對於我父親他的賠償 因為我父親 他只是一個很普通的草根的小市民 那麼經過周玉寇周女士不時的指控之後 造成他出門在外指指點點 各種議論造成他身心具體 所以總和就是1487000元